Hello 大家好 我是 來自GoraceTimeGC4的小剛 我們又見面了 剛剛看到小剛秀這支錶嗎 哇 古董錶這支是 而且是應該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支 獨一無二應該找不到第二支了 那很多朋友看了小剛 上一集修復爛錶的影片之後呢 那很多朋友就有告訴小剛 對 還蠻喜歡看小剛修復這一類型的爛錶 那今天這個影片也是修復一支老進攻 而且這個進攻是手動上鏈的機性 63A的這個機性 這個機性也不用講了 這些老機性是耐用 走實 非常的耐操 這些都是日本生產的 日本製的這種老機性 古董的這種手動商店的機性 它在市場上其實價格不貴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你修復了之後 它有它本身的價值在那一邊 那所以小剛就私下把它修復了之後 放去一個前所未有的 那朋友們應該也不會有看過的 這個全透明的錶刻 那一個很舊的一個老金工 全圓狀的金工 那你再放入一個全透明的錶刻 那做出來是什麼樣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 蛤 那其實我當開始的時候也是 非常的好奇只有想法而已 那我試了用之前小剛 修復好的那個機性 63196309的那個機性 我放了進去之後 蓋都蓋不上 太厚了 那結果我就沒有做了一陣子 那結果有一天就無聊當中玩玩一下 把一個手動上鏈機性 私下丟下去蓋一下蓋 竟然可以蓋得到那個蓋 那我就很積極的就趕快 開始了這個修復的工作 所以今天終於把它修復好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一起進裡面去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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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炸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